说这个案子 同样是心根 你看那个30岁的心根 和70岁的来比 按道理来讲的话 我们觉得年纪越长得 越严重会 对吧 长二的观众 福尔摩斯们 经过了首轮推理 他们就怀疑 心脏周围有三条大血管 这两位是不是 堵的血管不一样 所以严重程度是不一样 对 杰老师 是不是咱们这个 心脏附近是有三根血管的 堵塞的时候 这个危险系数也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了 一定是这样的 心脏的血管 简单的说是三根 你们说的不错 但是你没有见过 你知道我破过多少心脏血管 一千个 OK 不止 五千个 两千多个 你知道那个心脏血管 有多粗的 不知道 我也没破过 你没破过 你吃过什么 吃过啥 心管 对啊 心脏上的我们叫 灌状都没 三根知道了 有多粗的 小手水 筷子那么粗 三根筷子粗的血管 给心脏给血 就被三个筷子夹着 对对对对对吧 心脏帮血打出去我们叫主动吧 是 主动的帮脑子啊帮下肢啊帮你的任何地方都是从上面分出来的一个主干分出来的树枝啊 是啊 那第一根分子就得给心脏吧 对了嘛就是啊 那心脏上面分几根筋呢 你们三根嘛你说 对对对错 分两字 你心脏我们平时分右心左心 所以心脏那个大管子出来的时候往左边一根往右边一根一加一根嘛但是心脏是圆了吗完全对称了吗 不需要 哪边大哪边小 左边大啊 哇对啊 那左边这个上面分出了以后 两根 对了 所以我们平时啊就说三根三根主干 实际上是两根左边这个又分出了一下 所以就成了三根 是不是给左边这个弓血的 如果出问题了那就最严重了 因为影响两根吗 你跟脑子想得很快啊 但是不对 没事 左边呢是主要是给心脏肢肉收拾的 嗯你知道心脏为什么能跳啊 你知道要跳快一点 他听你的吗 不听 他为什么能跳吗 是直入神经给他的心脏 谁这么发信号呢 大脑 大脑发了没用啊 哪个地方发呢 心脏的右脚 哪一个血管给右脚上 右边这边 对了吗 那你说走越多了 那右边躲了他就停了 右边一躲马上就停了 他不发信号了 嗯